当地时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会见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老窝总理潘坎。 李克强表示,中老山水相连,长期牧林友好,中方院同老方密切高层往来,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交流互建,增强合作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展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合作,推进通关便利化,扩大进口老方优势农产品,加强双方人员往来,欢迎老方留学生愿反尽反。 中方愿继续向老方民生领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潘坎表示,老中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双方战略共识得到有效落实,并取得丰硕成果。 老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老方愿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经贸、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充分发挥老中铁路积极效应,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发展。 肖杰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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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